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指考研究數99-12 那在這一題裡面呢 他是在看一個就是說這幾個對原本圖形的影響 原本的話他通過的是什麼 通過s-0,s-1,s-2 通常寫s就是s-0 通過0,1,2這三點 那我們現在想要看這幾個對圖形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怎樣呢 是整個算出來再掛個負號 所以第一個的效果就是上下顛倒 所以就是他一樣正的變負 負的變正的 但是0還是0 所以他還是通過0,1,2 通過0,1,2 但上下顛倒 所以第一個比較好 第一個圖就是圖D 圖D就是第一個負的fx 負的fx 好 那接下來這個的概念呢 如果負的在裡面 就是說原本 例如說原本 你括號裡面要帶那個 x要帶0,1,2 是0 那你現在負x 那表示x要帶0,負1,負2 所以裡面呢 x換成負x 然後這種概念就叫做 左右左右對稱 對著y左右對稱 所以現在是0,1,2 那這邊就變成0,負1,負2 所以這個是f的負x 這兩個都是一個蠻重要的概念 所以這是圖C 所以只剩下 看完這兩個大概就可以選第五個 不過我們後面可以再看一下 那接下來x加1 x加1是很容易搞混的 就是說原本要是0 例如說你要是0 你這裡反而x要變成負1 就是說 a加1是 a加1要等於原本的x 所以現在x都要怎樣 都要比原本再少1 所以這邊事實上是 這個是那個 要記住了這個是左移 這左移 圖形上是左移 所以0,1,2 那左移之後呢 就變成負1,0,1 所以這是 但是方向還是一致 方向還是一致 所以應該知道負1,0,1 是圖V 這是f的x加1 好 那第四個這個就有點比較難看了 就是這個東西呢 我一般我會這樣子看 就負的x-1 好 那先看這個外面乘負的 這個負的影響就是 就是像這個 就是說 它會先讓它變成 左右對稱 所以先變成這個圖 好 那接下來x-1的影響 再讓這個圖 再往右移 好 所以它往右移之後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是圖A 圖A 好 但這個包兩層呢 就有點 我一開始寫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寫錯 包兩層要再仔細的想想 你可以從 等於0的觀點去 那個 著手 那另外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負的掛前面 負的掛在x 這個就是 一個是那個 上下對稱 一個是左右對稱 那加1-1 這個也是蠻常考的 加1是左移 減1是右移的特性 那這包兩層就有點難了 請問一下 提供 頭 成立 可以